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0月19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我們早兩天收到內地的網友 就發了一張圖片給我 這是一個截圖 我一看 很好奇很有趣 當時想說 但是 資料不是很足夠 因為他只是一張圖 顯示他們裏面的IT人員 也沒有薪水 主角叫國美電器 他就在國美電器裏面的apps 打出了一些字 寫著 黃秀雄 黃光瑜 不要臉 拖欠工資 拖欠貸款 你倆早晚得盡去遵幾年 傻逼不老實 然後 很明顯就是 連IT人員也沒有薪水 一路之下 就在他們的apps 打出了一些字 用了一些apps也看到了 這兩個人就不還錢 也不出糧 國美 不可以 就已經傳了很久很久了 究竟不可以成怎樣呢 這個號稱 全中國最大的家電 連鎖企業 債台高足 沒有錢還債 大陸的媒體第一財經報導 就出了一個消息 華南的家電商就透露 目前國美在廣東省的門市 已經全部倒閉 廣東省是中國最有錢的地方 廣東省的門市也做不住 大家想想有多嚴重呢 報導是這麼說的 國美電器拖欠很多供應商 那些貨款到現在都沒有還 更加有供應商指出 還沒有聽說 是有還款的 即是怎麼說呢 都沒有聽過有人還錢 業界人士就這麼說 國美電器 部分區域的分公司 自從去年11月至今 一直都沒有出過薪 很糟糕 去年11月至今 到現在10月了 是不是 有一些區域分公司 正常發工資到今年1月 好 幸好出到今年1月 一月之後 即是過年了 過年之後 沒有了 當然 之後也沒有工資給了 現在國美內部已經剩下很少的員工 大多數都在公司處理投訴 仲裁 擋債 這些我想有良出的 如果連這些都沒有良出 誰會幫你擋債 現在有很多 電器供應商 尤其是華南地區 國美一直以來都拖著他們的錢 那些貨款不給 國美的自營業務 以及區域共享共建的客戶 都是被拖欠 目前他們 向國美追討的貸款 已經陷入了停滯狀態 供應商 國美電器除了拖欠供應商的錢之外 還有外面的銀行貸款 而且還有 員工的工資 也沒有支付民業費用 而被民業方控告 即是沒有交租 有些地方的法院查封國美電器的門市 令到一些廠家的電視 雪櫃等 連樣板都拿不回來 只能夠滔滔落時 其實國美 去年5月以每股港幣4毫子的配售價 就 配售了 19.625億的普通股 當時集資7億7600萬 大約 是9769萬美金左右 國美本來打算將這些融資所得的款項是用來拓展業務 10%用來還債 三成 用在一般的資本身上 但是資金樓 去年下半年進一步惡化 所用的款項 其實也沒有辦法 按照計劃 在年底全部用來還債 即是去年打算集一筆錢回來做生意 誰知道 現在生意沒辦法做 第一時間被人追債了 大家想想 一門生意 如果每個債主都來拿債 土債的時候 你怎麼應付呢 大家明白 做生意 沒有可能每個都拿著百分百貨幣 通常 都要問人借 又或者是售貨幣 我給你售貨幣 售貨幣 零售可能賣到百五萬 中間就有五十萬 來錢 中間的五十萬來錢 我就出糧 燈油火了 我可能還要錢賺 那麼 第一批貨 我當然是先賺的 到了第二批貨來的時候 我找到第一批貨 第二批貨繼續賣 這樣就變成了一門生意 大部分生意都是這樣做的 是不是 又或者你跟銀行借筆貸款出來做生意 現在問題就是 之前的洞 不知道挖了多大 不知道挖了多深 不知道問人借了多少錢 又或者有可能是因為生意的不景 眼光不夠好 開了很多店鋪 擴張過度 使得 資本無罪擴張 大陸是最多的這件事 較早時施永青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中國企業可以做大做強 但是沒辦法做長狗 當然我們不要再 糾纏在這個做狗還是做長狗 這個沒問題的 為甚麼中國企業 不得長狗呢 原因就是 他們 其實只有兩種人而已 在中國做生意 一種就是老千 一種就是瘋狂賭徒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中國人那種 那種 急攻近尼 在共產黨的江澤民 年代之後 開始越來越離譜 江澤民當時 其實是 左派來的 極左 因為他是上海出身 上海 從文革開始也是 以政治最左為主張 由張春橋 黃雄文等等 所以 上海幫出身的當時也很左 江澤民奉調去 北京之後 他就覺得 既然調得我來 當然要弄極了 所以他 曾經 去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大聲說 我要消滅資本家 我要消滅大戶 嚇到人們每個拋售股份 股票跌 生意也不敢做 鄧小平看到之後 藍巡就說 誰不改革誰下台 當時的江澤民才知道 原來我搞錯了 立即 向右 立即轉右 搞到 提出三個代表 資本家可以入黨 即是修正主義了 即是烏克魯曉夫的修正主義 他不單是修正 他基本上是否定共產黨 由當時開始 大陸人就覺得 我們甚麼都不相信 只相信一個字 money 所以當時 江澤民就悶聲發大財 結果所有中國人都向前看 甚麼都不理 那麼 為甚麼會產生了兩種人出來呢 一就是覺得 現在外面有很多錢 我不出來騙就不行了 那就變成了一大群老千 第二就是瘋狂的賭徒 他們覺得 中國的經濟那麼好 我一定要跟你拼命 我要買九川一 九川一種完之後 要再買九川一 一定會不斷過關 變成了他的資本擴張得很大 根本縮不回頭 真正做實業的人有多少人呢 很少很少很少 因為做實業的人不夠人快 不夠人家圈地快 不夠人家集資快 所以 做實業的人 你告訴別人 你的回報只有8% 你傻的 我隨便投資了30% 你8%吃屎啦 沒有人理解的 所以 做實業的人 他們的資本很難累積 他們只能夠 靠真正打石頭打回來 當然也有實業家的 但是 在大陸 發不到位 一直都很難 很克服經營 當然除了 寧德時代的個別例子 因為撞到整個大潮流 他們只能夠吃一條水 變成 做鋰電池 或者做電池 發達 我們看到國美的情況 也一樣 因為你一盤生意做信了 你容易得到資金 當你容易得到資金的時候 你就會擴張 你就會覺得我要做地產 我要做一些最賺錢的東西 又要開礦 總之那一陣子流行的 你在做甚麼 你覺得 零售賺了那些一元幾號 這些濕碎的東西不賺了 大部分人都會 搬離他的本業 即是他的 生意 無緣無故去做地產 什麼人 都是無緣無故去做地產的 因為地產是最快擴張 地產 你的資本是擴張得很大 但是 你的資金缺口也很大 你會不斷借錢 地產好的時候 然後他們勉強頂得順 當不好的時候 一收縮 每個人都會破產 現在 中國 樓價升了20倍 這二十幾年 升了十幾二十倍 但是 每個人都說欠債 銀行欠債 房地產公司欠債 開發商欠債 包括成頭公司 政府全部都欠債 那些錢去了哪裡呢 探戶 浪費 去了 國美這件事也一樣 大家記不記得國美當時 他們有搞很多事情 什麼都會有興趣 每樣東西都說對 因為資本擴張得很大 黃光瑜做過中國首富的 當然啦 每一個首富上了他的位置 他就覺得 飄飄然 我好聰明 我好聰明 全世界我最聰明 那麼聰明怎麼辦呢 做多點生意 借多點錢 借錢回來 做很多東西 所以 一個 經濟不好 一蓋著頭 連本業也守不住 而國美就是正正印證了 連本業也守不住 現在零售都 跌成這樣 大家知道 其實在廣東省來講 一般經濟最好 全中國來說 最好經濟就是廣東省 因為廣東省的GDP等於一個 俄羅斯 所以你看到他的經濟實力有多麼強 但是 做這些零售其實是必需品來的 你家用電器有沒有人家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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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用電器用了30年 現在沒有錢就用了 你家用電器用了30年 壞了一定要買的 冷氣呀 讓讓的小家電 必須的 必須品也要倒閉 原因是因為後面的洞太大 那麼你可想而知 根本 你的生意就很難做 連一些 民生的必須品也出現這種倒閉潮 接下來 大蕭條 是真的 慢慢慢慢 全國都浮熱 好 這一節時間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老婆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以及大家聽這個節目的時候 記得先按LIKE 多謝你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們不要緊責惑 紅色 屋 9 點 叫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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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